今天 有三天 在 嘞嘞嘞 嘞嘞 這什麼爛歌啊 老天啊 怎麼接啊 防疫在家不出門 吃冷凍水餃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今天超認真試吃呢 邀請到兩位創作男生 Jeshan和Murrison來到現場 陪我們一起試吃水餃 有的吃了 聽說的話 Jeshan本身就是很懂吃對不對 算 愛吃然後也略懂 然後也會煮一些 嗯 那Murrison呢 自己對於吃的話有沒有什麼堅持 我超喜歡吃雞 我對雞的料 為什麼要笑 你是很愛吃雞肉的 我是對雞味超級喜歡 Jeshan本身對於水餃的口味 你吃過很多很特別的口味對不對 他們是ABC開的那種水餃店 然後在紐約 像他有 Golfalo Wings 口味的水餃 我覺得其實蠻酷的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試吃五款水餃 我們從這邊開始吃口味 由輕到皺 然後這邊的話我先跟大家講一聲 如果你們覺得就是 皮太硬或是煮得不夠好的話 請皺旁邊那位妹妹 絲瓜非常適合我 因為我就喜歡清淡淡的 就是吃完就不用再刷牙的那種感覺 所以 Very nice I like it 不知道沒有特別的經驗 但還不錯啦 第二個 打拋豬肉 怎樣 喜歡 辣 但是又沒有到口味這麼重 因為我本身就蠻喜歡吃打拋豬肉 它的味道其實蠻像去泰式餐廳吃的 就是打拋豬然後包進水餃 所以 我覺得很方便 那些很喜歡吃泰式 但又懶得出門的人 你吃了去賣東西 不然你講 馬上再請你欣賞黃金泡菜桌 黃金泡菜桌 電視購入頻道 我覺得很適合去吃韓式 沒有沒有 我吃起來是有點像韓式 但又沒有到很韓式 所以就 我自己覺得 Pass 我的話我比較沒有特別對於 泡菜很驚豔的感覺 是因為這幾年 台灣其實蠻多泡菜水餃的 對對 是真的吃蠻多的 所以 OK 不錯吃 但是不會 特別覺得 經驗想要特別買來吃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吃 瓜仔雞肉 好 我覺得如果喜歡吃一些肉燥 或是滷肉之類的人 可能會喜歡吧 但我覺得他可能 在水餃上面比較 會比較容易膩 能吃的顆數沒這麼多 但還不錯 我們雞肉達人 瓜仔雞應該是你的 超喜歡吃雞 吃一吃 其實我應該是很期待 他的雞肉 會那個雞肉味會爆出來 但是蓋過那個雞肉的味道 醬汁的那個 對 羊肉口味兩味有什麼樣子的想法 我第一口咬下去 它的汁是爆出來 所以我覺得 就是 料是很實在 我超喜歡這個羊肉 羊肉 很好吃 然後我覺得它調味跟 因為我剛剛重複比較了一下 它跟絲瓜比較接近 鹹淡度跟那個 吃起來的那個質感 那我們這邊 最後的關鍵時刻 請兩位開始評分 這麼殘酷 最直覺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們這邊順便提醒一下 這邊裡面有兩個口味 是我們就是 台中海鮮標哥的產品 OK 321 絲瓜口味 請給分 7分 8.5 第二個 請給分 8分 8分 第三個 黃金泡菜 給分 5分 7分 瓜仔雞 請給分 6分 7.5 最後一個羊肉的話 兩位請給分 9分 唉呦 有默契 有默契 數學小博士不用加 就知道最後一個分數最高 真的耶 那我們為羊肉水餃 掌聲鼓勵鼓勵 然後呢 今天其實大家都知道 兩位都是非常就有音樂才華的 音樂家 所以今天我們決定要給 楊肉水餃請提醒為他創作一首歌好嗎 電視購物頻道 今天 又像這樣 在 美美美 然後 欸你的必須啦 你唱會有些啦 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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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剛剛的楊妹妹之歌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 兩位 就可以看到其實沒有這麼會創作啦 對啦 不會啦 我相信你們還有很多新的創作作品要推出啦 去年也就是幾個月前 我的第二張專輯 The Alley巷子內 在去年11月已經發行 那它是一張完整十首歌的Full Album 那是一個R&B跟HIPHOP專輯 那如果大家喜歡聽R&B的話 可以推薦給你 然後最近單曲 這首歌叫剃刀 已經上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的話就是去年年底 我有發行一張一首單曲叫 I Still Think About It 然後MV也在YouTube上有播 也已經在各大平台上 已經發行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好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水餃達人到我們現場 謝謝 謝謝大家的作品 Yeah